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 需要检讨的是除了日成本 我似乎最近都没有更新我的体验 然后今天又把它拿出来 翻一翻前面我写的东西 然后又打开新的一页 现在已经是一八年的四月了 每年的四月都是充满感慨的时间 因为月底是我的生日 最近很忙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 忙 但是感觉似乎缺了一些东西 总感觉从来没有停下来 但是 我做成了什么呢 日成本上的to do list 虽然每天都会打勾一些task 也会推迟一些 一个礼拜下来 总感觉还是没有什么成就感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问自己 是不是自己把一个大方向给定错了 所以就算你再累走得再远 都是反其道而行的 我以为我在去年就想清楚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但是最近发生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让我开始怀疑自己 好了不说了 再翻一页吧 前段时间呢 就是自己的朋友圈 有一些国内的朋友 开始发一些过去的事情 就讲一些我们在初中那时候 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 现在他们有些人 早就结婚有了小孩 大家的变化也挺大的 这是我出国的第七年了 是不是七年都会痒痒 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回国了 每一次有朋友从国内回来 都会像乡下人一样 惊奇地问他们国内有什么变化 他们告诉我 国内几乎都没有人身上带现金了 就都是用各种手机支付 像什么煎饼果的摊 都可以微信支付了 然后出门都是什么打车叫车软件 或者什么顺风车 也很少自己做饭 因为没有时间 或者就是外卖很方便 也会有一些朋友以前是在摩尔本 一期上大学的 回国之后他们很多人去了北上广 看到他们凌晨有的两三点才下班 嗯 心中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吧 因为以前 我也是比较拼的那种 但是现在在乡下 嗯 出习惯了 有可能是闲着 结果想太多 所以 有点怀疑自己的选择 我不知道我当初选择留下来 是好 还是坏 我现在还是要建议自己的情况 我当初选择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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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